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你勇以敢作敢为 毫无顾虑 你就已经走上死亡之路 勇以敢 最后呢 傻 勇以不敢作 都是勇啊 两个都是勇 我要做我就做了 也是勇 我不做就不做 还是勇啊 我不做 当然也是勇啊 怎么不是勇呢 勇以 慈 哀 谦 若 这四个字 是脑子给我们的 一个人要慈 一个人要哀 哀是什么意思 就是用怜悯的心 要顾虑到更多人的权益 而不是说我们少数人 我们是有正义的 那人家就活该吗 谦 若 谦 就是处下 你站得高 你要照顾低的 因为低是你的基础 若 不是我们一般所讲的弱 而是柔 老子讲弱 多半是用柔 你才能收到弱的效果 你就活了 你就走上生存之道了 一个是死亡之路 一个是生存之道 哪个是利 哪个是害 所以老子他就问了 此两者 或利或害 一个利 一个害 那各位自己去看 哪个利 哪个害 有所为是勇 有所不为 还是勇 可是 勇于敢的人 绝对是害自己 害人家的 勇于不敢的人 绝对是利己利他 这样我们才回想说 老子说 勇有三宝 就是天道有三宝 其中有一宝叫 不敢为天下嫌 我们马上就知道了 天子所悟 熟知其故 天为什么不喜欢 天为什么会照顾那些 勇于不敢的人 自古以来 都是勇于敢 这杀 勇于不敢 这活 都是一样 但是戒并不代表 老百姓不可以表示意见 并不是 也不是说 我们要做愚民 百分之百天化 当奴才 也不是 因为那也不是老子的主张 那更不合合天道 法 再怎么严密 也是有漏洞 偏偏有些人 他专门研究法律的漏洞 造成社会的不安 我们几乎每天都看得到 所以一个人不能够说 只要不违法 我就敢做 这种勇敢 其实是害人害己的 相反呢 法律固然没有说 不可以这样 但是我良心不安 我还是不做 这个人还是比较 属于真正的勇敢 我们一般人 很少做这么细腻的比较 其中利害关系 要很仔细 想得长远一点 才能够了解 老天爷 他是公正的 他不会说 因他个人的意见 他有所偏爱 那不可能 我们常说的 天网灰灰 疏而不漏 其实就来源于 《道德经》第七十三章中的 天网灰灰 疏而不失 那么究竟什么是天网 天网和老子所说的 天之道四法则 又有什么关系呢 老子接着说 天之道不争而上圣 不言而上应 不照而自来 坦然而上谋 他一共讲了四个 四个什么 四个自然法则 因为天道就是自然法则 自然法则 它有四条 大家随时可以去印证 第一条 不争而上圣 你不跟任何人争 你永远是胜利者 你跟人家争 马上就引起有人要争你 我没有否定说 当你在奥林匹克运动当中 你一定要争第一 我没有否定这件事情 你争的一时 争的一时的光荣 这是很大的贡献 没有错 但是你不要认为说 你这一次的光荣 就代表你一辈子 代表永远的光荣 那是不可能 因为那不符合自然道理 不争呢 他就上圣 他永远是胜利者 因为人家不会当你当目标 人家也搞不清楚 怎么才能超越你 他根本不知道怎么超越你 你看有的人 他刚开始看起来 非常有学问 可是等半年以后 好像他肚子里面 东西都讲光了以后就没有了 然后脑上的重重复复 颠山倒是自己都乱了 我们才知道 原来没有什么学问 这种人非常多 但是有的人 你听他觉得没有什么 可是他不停地有新的东西 你又听又到这个人 好像没有直径一样 你喜欢哪种人 我不知道 刚开始看没有什么 越看越有什么 你会比较喜欢跟他接近 刚看非常了不起 越看越没有什么 你会越来跟他越疏远 这叫做天之道 不言而善应 我们不会用言语来表达 因为老天根本不说话 你怎么用话去跟他对应 但现在人 非常多话 很多事情他做就做了 他还要描述给你听 其实你听过几百遍 他还以为你是第一次听的 这个时候你再不来读道德经的话 你就这样一路下去 搞到最后人就不像人 不照而自来 天道从来没有要求 万物要归向于他 从来没有 可是万物呢 因为万物自己会选择 你归以道 你顺以道 你又活得更好 你离开到 你盼到 你很快就哭死了 所以你看他用不着说话 他也不要说 天天跟你 我们来开个会吧 我们来论坛嘛 我们来对话吧 我发个微信给你吧 用不着啦 可是你乖乖的 你自然要归向于他吧 坦然而上楼 他非常坦然 我没有心机 我又不需要花费任何脑筋 我就是这样自自然然 但是他安排得非常地细腻 周到 而且 他很完密 一点不疏漏 万物 他就自动地配合天道而行 老子讲完天道这四个法则以后 他给我们一句话 这句话流畅非常管 天网灰灰 疏而不失 我们后来传传成 天网灰灰 疏而不漏 其实原文是疏而不失 不失就是没有一个人逃得掉 你说我律法 我没有律法 你说我规定 我没有规定 你说我戒律 我根本没有戒律 我就是 这样 你要照做就照做 不照做我又不管你 天网 宽大的不得了 谁都看不见 什么叫天网 就是自然因果就叫天网 自然因果就叫天网 那有什么好迷信的呢 疏而不漏 天地万物 没有一见逃得过的 没有 人 不争气 愚蠢 自甘堕落 把这么好的天网丢掉 然后制造那个天天挨骂的法网 我再说明 我们现在是不能反对法治的 因为我们现在没有选择 我们已经沦落到没有选择的 我们只好乖乖地接受法治 但是 我们这次伟大的复兴是从法治开始 然后反本归真 要恢复大道 所以法治一段时间以后 要提升到理智 理智还不够 大家知道自己怎么样规范自己 要求自己 管好自己 那就变人质的 人质还不够 到了有一天 大家说我都是尊道贵德 那我们全国都是无为而知 那就是反本归真 那时候 最开心的人 就是老子 排定 笑嘻嘻的 各位 真好 真好 法治是基础 要慢慢去提升 所以我们中国人嘴巴一定要讲依法办理 你不可以不讲依法办理 那心中要有数 很多事情 都要看情理 不是法外师承 不是法外开恩 不是 那都讲错了 而是在法内 你才可以横情论理 除了法 那就是违法 那也是法外开恩 我们一定要先把对法的观念搞得非常清楚 我们才有办法 一步一步提升 只要做到三句话 我们的法治就是全世界最好的 因为法治它有三个阶段 一个叫立法 一个叫施法 一个叫执法 全世界都一样 你现在只要加一句平良心就够了 平良心立法 平良心施法 平良心执法 人才是活的 他用脑筋才会横情论理 那个法是死的 你法律也要人来应用 所以很多观念 现在是该理清的时候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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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